大家好,我是Oops家的猴子一,你们可以叫我猴子 欢迎收看这一期Oops的Way of Dressing,传到售 要说2021年的潮流圈里哪些穿搭风格最火最出拳 City Boy和Urban All道这哥俩绝对奋勇还真仙 将City Boy标志性的宽松剪裁和户外机能面料拿捏到位的Diva Pierre 39 一举成为了痴迷于各类日本杂志着衣风格的城市男孩们心中的神级日潮品牌 同时Diva也一不小心就成了数不胜数的国产服饰品牌 在制作自家爆款的时候可以有所借鉴的风向标品牌 懂得多懂 随着越来越多的潮流媒体以及博主的带货 Diva这两年除了热度不断在攀升以外 不少热门单品的溢价情况也是让很多的学生党潮口们望而却步 今天猴子我就拿出最近收到的Diva Pierre 39 二一秋冬还算蛮有代表性的两款羽绒单品 记得这一期传道授业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 实际上升感受一下 看一看动不动标价小几千的Diva Pierre 39 是不是一上升就能秒变人见人爱的城市男孩 咱们先说一说这款冬季City Boy本人手一剑的羽绒马甲吧 漫步在冬日阳光里的城市男孩 10个里有9个都是一身弯痛色调设定的卫衣卫裤 在外皮一件各式各样的Diva国产品体 不过有一说一这样穿出街的容塑率确实很高 而且很适合像猴子这种炒狗蓝狗二合一的盐粉们来搭配 谁家还没有一套颜色统一的卫衣卫裤呢是吧 这件羽绒马甲采用了GOTEX Infina面料兼顾了防水透气的特性 正面是两个超大的拉链口袋 在马甲里侧的最两边还隐藏了配有绒面内衬的插手带 不愧是日潮风向标品牌啊 造型感和实用性真是玩到头了 拉开拉链能看到在马甲内里同样有不同样式的口袋的分布 这件马甲我在他们品牌官网并没有查找到具体的充容量和彭森路等参数 在这里呢还是奉劝大家别拿羽绒马甲这种造型感单品作为预寒利器 毕竟和你家大缘要比起来少了两个袖子 春秋秋冬的时候配件卫衣穿出去还凑合 但零下的时候穿出去啊该动成狗还得动成狗 但是呢带上这件马甲的扩形简单以及多口袋的收纳性和整体的实穿效果确实都很在线 不得不说长谷川老师点睛立丁的品牌马甲 还是不错的 说完了马甲咱们再看一看这件发售架和异架都更高一点的 同样采用了GOTEX Invenom科技面料的羽绒符号 防风和透气型呢我就不在这边重复了 这件藏蓝色大棉袄整体则就是简约版型的设计 第一眼看上去感觉是一件人人都可以驾驭的羽绒符号 左右两侧两个翻盖加插带二合一的大口袋 其实是借鉴了裂装夹克的设计 在插带的内里依旧有手感舒适的揉面加持 拉开拉链羽绒服的内侧也有和刚才马甲差不多样式的内袋设定 像Dival这种户外风格的品牌 单品的收纳性大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人家品牌就怕你不够装不怕你装不够 当然了这种价位的羽绒服和马甲穿出去 可能不单单装的只是随身物品 这件羽绒服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肯定就是这个可拆卸的大帽子 从这个帽子的蓬松度可以看出来 里面肯定也填成了不少羽绒 其实我们冬天临下的时候身上穿的再多面部和头部不互助 还是会动的样子 Dival这个羽绒帽子的包裹感真的非常到位 而且帽子身也非常宽敞 大头宝宝戴上去也不会感到不舒适 当然如果你感觉这个帽子有点累赘 戴起来会显得自己头大身子小 也可以选择直接把它拆掉 因为这件羽绒服无论有没有帽子穿出去 超大的扩型 加上体检的设计 都能够适应我们各种风格的穿着搭配 所以猴子我在思考这件羽绒服怎么给眼粉们做搭配的时候 都没有怎么多想 直接拿了件白色V1打底 再配上与藏蓝色上衣 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卡其色 鞋文不酷就OK了啊 猴子我身高178 体重55千克左右 你不是1比8吗 猴子我穿上鞋身高181 体重55左右 偏瘦啊 这件羽绒服我穿的是S码 而羽绒马甲是M码 戴法PR319的单屏码数都偏大 在这边刺爆一下我的身高体重 和选择的码数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DivaPR319的这两件羽绒单品 我实际体验下来 说实话 猴子我感觉 它们在扩型方面 比国产的很多品牌 要拿捏的更到位一点 没有那种只是无脑追求 oversize的感觉 所以啊 实穿起来的效果还是更胜一筹的 细节各方面也很人性化 特别是这件羽绒马甲 插带的绒面内里 和大口袋里的小分隔层 给猴子我印象很深刻 至于保暖性也算是中规中矩 这件马甲 咱们肯定还是以造型功能为主 但那件羽绒服 真的可以算是我穿过 最暖和的一件冬季单品了 多本也是因为有可拆卸的羽绒帽的加持 戴帽的活着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归功于各行各业 CGBOY们的追捧 猴子我在传达数据栏目里 也说了很多次了 CGBOY和Urban All道这哥俩 说到底都一样 都并不是单纸传统的服饰 穿搭风格 也根本没有啥造型上的硬性标准 和必备单品的说法 其实我们应该是很难用几件单品 或者特定的一套穿搭公式 来定义城市男孩的 Oversize的夸张版型 常人难以理解的堆叠感 肯定都比不过你积极向上 且热爱生活的态度 以及生活方式吧 大家要明白 心中是潮男 你就是潮男 永远对德鞋的穿搭 保持热情的你 才是真正的潮男 好了 这期DAIWA PR39的 羽绒单品分享 咱们也就先聊这么多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内容的话 别忘了 时刻关注这个带你 探究与发现 探杂友们糟糕 生活中的 美好商品的频道 俄普斯 我是侯师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